大家好 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已经马上要两月底了 我这边你们还是可以看到的 对吧 冰天雪地 但是 有些东西我们已经可以在室内育苗了 这期想和大家聊一聊 如何在室内用灯光进行育苗 那我们为什么要室内用灯光育苗呢 那这样的话就是 特别是我们这边 生长期相对比较短的北方的地区 那你提前育苗 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甚至于一个多月的时间 让你的苗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了 春天的时候呢 温度一到位 你就直接可以种下去 那你就比人家快对吧 那你收的也早啊 你可以早点吃到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看一看 怎么样在室内用灯光育苗吧 走我们进去 我这里有两种室内的育苗架 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是普通的这种灯管 还有一个是LED的就比较新的 比较节能的 我们先看一下最普通的灯管 这边呢 我是以前做的 比较节省钱 就是用了一个塑料的架子 然后下面一层呢 我用的一个是 这种四灯管的一个灯罩 你可以装四根T8的 然后它的长度是1米2 差不多你每一层 需要这种T8的灯管 四根 才可以保证它足够的照度 然后上面的话 是用了另一种方案 就是像这种 它是两根灯管一组的 然后两个灯 差不多也就是一层有四根 所以这种组合呢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比较节约钱 我只能说我这边的价格了 之前我买的时候 下面这个四组的 这个灯罩大概是70几 然后这个这种小的 两根灯管一组的 是更便宜 就二十几块钱 一个灯罩 然后灯管的话 就几块钱一根 而且它的照度 基本上也是够的 不过你要确保 你用的灯管是5500 或者是6000K 这样子的色温 这样的话 它出来的那个光谱 会对植物生长 比较有帮助 然后亮度的话 一般问题不大 像这种单根灯管 都有2500 甚至于3000左右流明 这样的话 你四根的组合 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种灯管的组合 就适合预算 不是特别高的朋友 而且你可以很快的 组起来 用这些链条 或者是加一些绳子 这样把它全挂起来 让这个灯管 比如说我的苗 是在这个位置 那你的灯管 就保持在这种高度 就可以 问题不大 当然你可以离得比较近 特别是小苗 但是呢 你后期它长高了 你还得往上再调整灯管 就比较麻烦 对我来说呢 就是差不多这样 这样20厘米左右 20厘米不到的一个空间 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小苗也不会涂涨 然后涨大了呢 你上面也有些空间 让它去涨 然后呢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后面的那个LED的那个灯管 这套组合呢 是我今年刚配的 它的优点主要就是 因为都是LED嘛 所以它非常省电 这个是我在Home Depot买的一个 它上面写的是 全光谱生长灯 然后它的光谱是 比较适合于Vegetation growth 就是说它的叶子 如果你想在室内 让它开花的话 你需要买另一种 不同的型号 然后呢 这个它这样一组 是两尺长度的 所以我这个架子 大概是三尺这样子 如果两尺的话 两根稍微错开一点就可以 然后这样两根灯管一组 它是19瓦的那个能耗 然后我这边是四个 一层的话两个就可以 从照度来看 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的上面的小苗 还有下面的生菜 这个是我今年试验的一盆 变成这种mixed的一个沙拉 它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生菜 甜菜 这种 好像还有一些Cale 这样的话就再长大一点 就可以割叶子 然后做沙拉吃 之前就去年的话 我把这个种在地里 然后这个就撒在一盘里 让它自己去发芽 然后长得密一些 可以看到在这个灯下面 还是挺高的 差不多也是十几厘米的一个间距 这个是完全不会涂涨的 就长得非常健壮 所以说这个照度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在选那个LED灯的时候 像这种 你在选这种LED灯的时候 它有一个指标 你可以用这个指标去参考一下 你这个灯的照度 所以根据我这个使用的实际经验来看吧 像这种值或者比它更高的 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一个这个值 这边呢它叫FotonFlex 就等于是一个照度 一个强度 光光子的一个强度 这边有个28点几的值 所以根据我的经验呢 这一层你两个灯 就基本上是两倍的话 五十几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是不会有这个土长的一个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小苗 这边呢是我自己想在室内种一下 做过实验的一些菠菜和生菜 然后我会把它移栽到一个大店的盆里面去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菠菜 其实是很容易土长的 但这边是一点都没有土长 你看这边根在这边 然后那个蒸叶在这边 当然它子叶比较长 这里是最近刚刚发芽发出来的 这是2月19号摘下去的 现在已经有那么大 这都是青椒和甜椒 也是你可以看到比较健壮的 没有土长 育苗的时候 这边因为是青椒甜椒和茄子 它们都是比较洗热的 所以你在催芽的时候 在室内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种加热电 它是接电的 差不多能把那个空气的温度提高5度左右 那这样的话 我地下室大概20度左右 这样的话它们发芽就会非常的快 而且出芽的效果会比较好 不然你温度如果很低或者变化比较大的话 这个可能会花很久 甚至两周以上它都不会出描的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你可以用这边的这种 普通的日光灯 当然你要确保它的光的色温是5500K或者以上了 这样的话它的照度和它的光谱 就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一般推荐一层用4根灯管 缺点就是说它耗电比较大 因为它一根灯管差不多有32瓦 所以你一层就超过100瓦 但是优点就是便宜 然后非常好找到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你可能一开始都花点钱 所以你可以选用这边的这种LED的所谓的生长灯 当然你要去确认一下它的功率是比较高的 就刚刚看到的它有一个风烫每秒的那个值 你可以看在28以上或者你选30级40级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一层你放两个灯如果它本身照度很高的话 有一些灯是每秒五六十以上的 七十甚至于那你可能一层用一个就可以 不过你要用那种比较长的灯 那种圆灯就像单个头的圆灯 它的覆盖范围比较小 它只有这样子就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你就算照度很高的话也比较困难 所以你要一层都要用的话 你最好是用这种一长条的灯 确保它的那个光照照度在28或者是推荐30以上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用两个灯 优点呢就是它非常节能 像这一个灯只有19瓦 然后一层的话就19乘以2 是多少 19乘以2嘛 38瓦 就一层只有38瓦 就非常的节能 就几乎是那边那个日光灯管的三分之一的耗点量 缺点呢就是价格比较高 就举个例子 我这个灯单个的是五十几将近六十刀 然后我这边那个灯管的话是几块钱一根 也就是我四根灯管应该也就十几刀吧 加上上面两个便宜的灯罩的话 25左右 加起来就五十几六十几一层 那这边的话一层要两个就要120左右了 差不多一倍价格 当然你可以省电 所以它就是一个优点一个缺点 你自己权衡一下 还有一个小贴士呢 就是大家可以用去买一下这种 它是一种塑料的材料 我不确定中文叫什么了 忘记了 英文叫Mailer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叫这个 这个叫Foil Myler 就是它是一种塑料做的反光材料 非常轻而且非常便宜 它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可以起一个反光的作用 因为我记得 我看过一些文章和人家的测试 就是基本上你这个光的照度 在使用了这个反光材料以后 可以达到翻一倍的程度 你用这个材料 你在墙后面用一个 像这样 墙后面用一张 然后我在上面 还会用一张 然后就这样 这样把它拿下来 照起来 就像这样 把它完全照起来 这样的话 它里面灯的效能 能够发挥到最大 不用担心它会涂涨 这一期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